看了刚才的这个短片 我不知道小Kimi最终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奥特曼的蛋呢 那其实小孩子有自己最想要的礼物啊 每个女孩的心目当中也有最想要的礼物 比如说自己的一款婚纱 那么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某婚纱品牌呢 最近也是在上海举办了新一季的时装秀 当天到场的女明星呢 也全部都化身成了小粉丝 瞬间变成了梦幻少女 不过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穿上自己的婚纱呢 其实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马苏 在今年7月宣布与交往11年的孔令辉分手 重归单身 不论如何我们都支持和为你加油 你说的我立马都想哭了 当时马苏正宣传电视剧今夜天使降临 那时同剧组的女演员李小冉还向媒体公布怀孕喜讯 只是短短三个月过去却传出了很多不那么好的消息 两周前在李小冉出席的一次活动上 突然有记者提出李小冉是否流产的问题 随之传出的便是李小冉工作人员掌锅该记者 虽然事后证明动手打人的其实是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 但自己的名字一直和打人二字连在一起 似乎让刚吃去宝宝的李小冉更加不能接受 请不要在打人二字上关于我的名字高抬贵手谢谢 好在谣言已经成精 当天出现在镜头面前的李小冉看起来状态十分不错 一身低胸小礼服也十分抢劲 对待媒体的态度更是有问必答 除了不避讳的成人最近确实需要调理 李小冉还大方的分享了自己和燕坡的婚事正在筹备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里面婚礼呢 今天来看这么个婚纱的时候 希望是明年吧 现在已经有计划了吧 对有计划了 我想去旅行 理想的目的地是哪呢 海边吧还是喜欢海边 会选择那边的 我想还是应该会请些好朋友 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 感谢观看